小時候我爸就很喜歡武術 加上那時候李小龍又很紅 所以他就學了各式各樣武術 所以我從小就跟著他一起練 可能是因為小時候都被逼著練 所以就對武術反而產生一種 莫名的叛逆或反感吧 所以自己大學的時候就跑去學見道 比較大的幫助主要還是在畫圖方面 因為比較了解一些武打的動作 或者是過招是怎麼樣 所以如果有動作場面的話 我覺得我會掌握得比較好 漫畫嘛 這跟打劍道有一個蠻大的共同點就是 苦做同一件事情而且還不是短期 能夠看到成果 你要能夠熬得住還能在裡面 自得其樂 在練劍道的時候就在那邊揮擺症 同樣那個動作而已 然後揮一個上前上擺下 可能短期之內看不出什麼效果 可是就是把這麼簡單的東西 把它練成絕招而已 因為我很喜歡李白的詩 他有一首詩叫《將進酒》 那我希望能夠有機會能夠畫到它 所以就創作這部作品 在找資料的過程當中我發現 李白他還四處去求仙果 我修仙想要成為仙人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不是一般讀者所曉得 因為大家畢竟都只知道它的詩的部分 透過這個漫畫或許我把它畫成真正是會仙術的一個瑕士的話 應該是會蠻有趣而且又熱血的少年漫畫 在李白這個世界裡面 學會仙術最高等級的人 會被稱為大仙術士 然後他可以保國、為民、輔助君主 其實我的作品是有真的照著李白的生平故事走的 在他的詩當中他們幻想說自己是一個 俠士的一個形象 充滿理想也充滿熱血 為了自己的夢想去努力去奮鬥 我覺得這跟少年漫畫的主軸是一樣的 大家那麼愁苦奮戰的現代社會當中 要能夠活得這麼悠有愜意 真的是很令人嚮往 想把他李白他 那份傻脫那個超然的感覺 夾在一個少年漫畫當中 一直驅使我一直畫下去的動力就是 想辦法能夠畫得比之前更好吧 如果能夠畫出有趣生動的故事 能打鬥人心 漂亮的畫面可以讓讀者覺得 也賞心悅目 我覺得我筆下畫出來的這個世界 好夢幻啊 好想能夠住在裡面的話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這大概就是我的夢想吧